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到旗鼓相当的举宝炮杂战间 这是我们的第32期 桌游不止沙沙沙 我是你的主持人一炮走红 汉斯 软色火车托瓦斯 我是雪莱莉莎 下半剧露娜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 观音桌游里面的一种机制 就是玩家出局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也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个机制 两面的观点都有 有的人很喜欢 有的人却对它深恶痛绝 那么还是一样 在聊本次的话题之前 我们还是要再来聊聊 我们最近都玩了些什么 那么 Luna你最近玩了些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最近玩的东京之王 就是我们是这个像哥斯阿一样 是要占领这个东京的三头怪兽 反正它就是一个丢骰子 互相干的游戏 那么在那回合 就像大多数那种丢骰子游戏 你可以有三次丢骰子的机会 然后你一旦丢完骰子之后 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骰子 每一个都必须结算一下 然后这骰子六面各有各的效果 在执行完这一顿操作之后 如果说东京这个城市里面是空的 那么你就入主东京成为东京的霸王 然后入主东京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你入主东京的话 在进去那一瞬间你会得一分 然后从此以后你每一局开始 如果你还在东京的话 你会获得两分 那么这个游戏如何胜出呢 当你拥有20分的时候 你就胜出这个游戏成为东京之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赢的方法 就是把其他怪兽都给赢死 然后就可以赢了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可以去练几 好像是我们G版的一个独特规则吗 还是 对 这是这个黑暗版的一个独特规则 但是我觉得这是点金之笔了 然后这个游戏莫名丢一点堵 上座游戏 因为你的骰子 你是有三次机会去丢的吧 就你第一轮丢完了之后 买你的就留下 然后你再丢第二轮 第二轮丢完了之后 你之前留下的 你还可以选择毁击 再丢都可以 最后你要怎么去安排 就还是要看你这一轮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选择是自己去练几也好 还是去打别人也好 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骰子丢面是干嘛 反正有三面挺简单的 一面是回血 一面是攻击 丢到了 你就可以对 另外一方的怪兽造成伤害 如果你在城里面 就对所有城外的怪兽造成伤害 如果你在城外面 你就对城里的那一个怪兽造成伤害 然后第三个就是得到这个闪电 闪电你可以认为是这个游戏里面的钱 你有这个钱 你就可以去买更多的技能 那么剩下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的话 就是你要凑三个 不然的话你 只有一个一 或者只有一个二 或者一个三都没有用 如果你有三个三 你就得三分 三个二得两分 三个一得一分 这就是它普通版的规则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一个 它这个版本 我就加了非常精髓的一个规则点 就刚刚露娜提到这个升级 就是在原版里面 大家都想丢三 因为三这个得分高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把一跟二也变得有用了 就丢了三个一的话 你可以拿两点的经验值 丢了三个二 可以拿一点的经验值 到了这个三六跟十之后 你就可以解锁一个非常强的技能 我们甚至会想战略性的 去拿这个三个一或三个二 就想升级了 拿这些非常屌的技能 所以就变得一下子 这个决策性就高了一些 而不像原版一样 虽然我们没有玩过原版 听说的 我玩过原版 不好玩 就是因为他这种不同的选择性 你就可以依你每一局的丢的骰子的那个趋势 然后去相对应的调整一下自己当局的动作 就很灵活 但是有时候就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话 就容易上投了 有一次就突然不在上投了 我都看到他丢了三个相同数字出来了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把全部收回去 然后再重新投定 就他当时因为上投想要去打别人 我已经看不见了 对他已经杀红了眼 看不见其他的选择 就杀红了眼 所以从侧面来开始这个游戏 就是你要进入的这个设定之后 是非常的投入的 跳完的 就玩那个时候就很开心 这是一个我觉得乐中比还比较高的游戏吧 我会觉得如果是原版的话 我应该不会喜欢玩 玩完这个就专门回去查原版到底有什么区别 当我得知他没有这个经验之后 我就能够可预见性 就觉得自己不会喜欢玩那个游戏 就当时就是汉子买这个游戏 回来叫我玩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是比较拒绝的 因为之前就是 在我们这边桌游吧还有的时候 我在桌游吧里面和老铁们 就打过一场的东京之王 我们那次是好像是满面6个人还几个人 那个游戏我真的是玩特别无聊 就感觉是没有什么用 就扔闪子 根本也没有什么策略感 莫名其妙的被打 然后莫名其妙的被杀死 就变成一个又是冷酷无情的投闪的机器 就有点像打麻将 对吧 以前的版本你只能糊这个3 然后现在这个版本你哪个都能糊 对就看你怎么糊 后来稍微查一下有人诟病是说 超过三个人之后就是 你在里面是站不住了 两分是根本拿不到的 每人蹭一下你 我受不了受不了 换姿势换体位 你要先 你上来你上来 你要先撑过一圈 然后到你的回合 你才能够拿分 然后你才能够打别人 然后你还得撑过你的下架 给你的最后一击 然后你再退下来 最后一击 对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如果是很多人的话 可能真的是有选择被人打了一下 赶紧就换人 是不是很模型 你刚才讲规则的时候 我想这不又是多人运动吗 我一直在克制 我说不行 这个车不能开 我觉得他这个在博弈的时候 他还有一点是挺梗 就是你到最后 留下的骰子是一定要执行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第三下去博一博的风险 还有就是丢出一些 不可控的攻击 因为你一旦丢到了攻击牌 打了里面那个人 里面那个人活下来 他就可以选择投降 把这个位置让给你 当大家血都很少的时候 就很微妙 一方面 你想把里面的人一下打死 但如果你一下打不死 你就进去了 然后你就会被别人一下打死 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三下 你不一定要全部用 对吧 你在第二下 建好就得收 但是万一第二下 我还觉得不建好 我还是想要 骰这么一下 你就很难过 所以说就一直有决策的那样感觉 你每次你去看别人头闪的时候 你也特别有参与感 有时候你会想 哇好 露哪灰灰的 来一个攻击就进去了 没有想到会这么上图 我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限量版 然后再加上我就是一直听到它这个名字 我想说这么多人喜欢玩 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就买了 这个版本啊 我觉得还是喜欢的 但我可能不会推荐另外的版本 对 真的是 这个版本就是颠覆了我对这个游戏的认知 另外一点 混合我们上期提到 Elder Wild里面那个迷你模型 这个使用感觉更佳 就是我们当时想说 诶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带声音底做那个模型 那个模型拿出来放在这边用 进程就放进去 R 然后出来 R 就挺过瘾的 对 我们后来想想看 出来你R的声音应应该更弱一点吗 被打出层了 R 现在玩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心目中觉得非常好的一个Fueler Game 就是这种填充式的游戏 就等人啊 对不对 还有大部队 还有几个人没来了 我们几个人先开一局 但是又很容易玩成那种 等着等着就玩了一款 玩上这个东西的游戏 就真的是 嗓子能喊哑的游戏 很上头 不烧脑 不烧 烧嗓子 好了 托马斯 你最近玩了什么 我最近玩这个游厉害了 我最近玩的 就是汉斯和Luna 之前偷偷巧先自己玩的 然后我又补上玩的这个 鬼阵奇弹卡牌版 这个游戏说简单一点 就是以卡牌为驱动的 克斯鲁跑团 对于我来说 我想要的跑团体验 完完全全就是这个 既有这种 跑团要的那种自由度跟故事性 然后又有那种 一套游戏系统该有的 那个严谨性 因为你的人物是你自己选的 然后牌也是你自己一张一张挑出来的 所以确实是会有一种 就是很好的代入的感觉 唯一的这个遗憾就是 你就不能写你自己的这个人物 背景故事 闻起巴刀的 目前来说 好像我们今天刚刚完成的这个 算是教学官吗 狂教图之夜 对这个 给我感觉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验 我们每个人是要建造一套牌 这一套牌就代表你这个人物 这个游戏怎么运作呢 就在你的回合 你就是每一回合你就有三个动作 三个动作你就可以拿来打牌 或者用牌去做事情 那么直到这个游戏结束 每一关呢都会有一个目标 反派也会有一个他的目标 他也会推进他的目标 他那个剧每一幕和你的那个目标 是不一样的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每一关的这个设定就会很不一样 有的时候就是满屏幕都是怪 打不过来 有的时候满屏幕一个怪都没有 你在做一些很日常的事情 这个日常吧 你也懂了 就是克苏鲁世界的日常 日子的日子的就不日了那种 不如其来就开始克苏鲁了那种 它这个游戏呢 就会把这个剧情分为像电视剧那种 一季一季的感觉 每一季就会有个那么八个关卡左右吧 你就这么一级一级的往下这么玩 然后就跟看电视剧一样 每一集都会有一些小惊喜 然后根据你的选择 后面下一关也会有一个不一样 就有点像传承 我一直挺惊喜 就是它这个难度的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玩这个标准难度 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在难度上让我失望过 每一次都是挺有挑战性的 因为至今为止 虽然说托马斯他只玩了这个教学三观 但我跟Luna是玩了教学三观团灭了 然后再去玩了一循环 打了一个不是很完美的结局 而且它不是那种大侠重新来过那种结局 而是让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想的完美通关 你直接就顺着一条线往下打 看看如何能够在未来的关卡 把你之前犯的错误给弥补回来 直到你不能弥补团灭 有点一个错误 弥补另外一个错误 对 当时就是这一点上让我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我习惯了Groove Heaven就是你打完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结局 而这个游戏是不 然后你只跑了 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代入感的来源 因为打那个优港迷城 我们经常打到最后 我们就开始算如何在剩下的回合刷经验 如何把这个宝箱都刷干净 但这个每一次都是有那种压迫感 我们要迫于形式去做一些 真的就是跟我们在那个情景一样 我们得保密 玩这个的时候会比较想要去跟Groove Heaven 有一个那么样的对比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觉得这个游戏代入感对于我来说要强一点 而且在玩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游戏完全的规避了指手花脚的问题 另外想提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搞事情的玩家 这个游戏就卡在这边 神他妈的给了你很多让你搞事情的选项 作为一个神秘学家的话 我就是想见后面的大怪 我就是想推进这个游戏的剧情 你是可以的 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坑自己的队友 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但是不得不说有的时候确实了 因为你想过关 所以说你会就是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过关 它也是非常模糊的 它并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你一个终极目标 都是随着你这个剧情的推进 你一点一点去解开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搞事情 也并不是说没有再过关 对确实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比较粗彩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以你自己的属性 以你自己的人物为基点去做选择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猛的人 那我就去选一条猛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会觉得这个的卡牌建造难一点 还是Groove Heaven的难一点 肯定是这个难 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我最吃惊的一点 就是你居然能够这么自如的 把这个系统给啃下来 在我想象中 我认为这种组牌的这种系统是你最难接受的一种 你还记得你当成组牌的时候 就Luna一边在组牌 我一边在旁边很开心的在开包新的卡包 然后Luna刚刚看完她自己这一摞牌 然后发现我又给她在旁边堆了一摞新的牌 我说这首刚刚开出来的 你要不要再看看 我当时看到那一堆 然后看到牌 我都就整个人都想 但是我这一点 我还是为了照顾Luna 我还专门村规了一下 这个游戏的正规规则 是你在关卡与关卡之间 你是不可以随便换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在会想说 我在第一遍组牌的时候 我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想清楚 看好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牌队定下来 因为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这个题材是Luna 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龙heaven不算吗 不算 因为龙heaven是给你10张牌 你从里面选8张 这是给你200张牌 你从里面挑30张 就是卡牌建造 对 这真的就是卡牌建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比龙heaven简单 我自己建龙heaven的时候 会有点迷茫 它里面联动性很强 然后就会不知道 它的搭配性上 我这么搭配 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这个虽然有很多海量的牌 但是明确的会有一个分类 这个是给你资源的 这个是让你去打人的 这个让你探索的 所以你会很明确的 知道你可能会需要去补充 某一种类型的牌 对 我不得不说就是汉斯这个村龟 其实我都没有意识到是这个村龟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才是最自然的 因为我觉得上来都不是很熟悉 我对这种卡牌建造 就是这种游戏 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牌 看见它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 好厉害 实际上 然后给你自己排队都塞满了 然后等到你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张牌跟屎 就是淘宝买家秀和卖家秀 所以我是觉得会有一种这种试验的阶段 然后特别像LUNA没有接触这种游戏的话 我觉得那样上来就太劝退了 我就想让他慢慢试慢慢找 但是LUNA也成长了 因为在这次跟托马斯玩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玩过这么久了 我要跟你实施这个正式的规则了 它每一季有很多的随机性 虽然你组的有个大的故事线 但是你就我们戴上托马斯 就可能会玩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出来 给这种类型的游戏就多了很多的重玩性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 也很值得买的一个游戏 你是一个就是客速的 萌西或者老屁股都可以上车 我觉得都很好 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游戏 我一开始真的是没有想到 就想说你卡牌游戏能有多代入 然后现在玩玩的时候 我会觉得甚至比疯狂鬼才还要代入 我就觉得很迷 明明疯狂鬼才有app 有迷你 有版图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代入感 就还没有这个强 对 我当时我也是惊了 我想说我大客速的主题 你要有卡牌的表示 想让我代入 真的可以吗 然后惊了 对 我唯一想吐槽就是这个价格问题 因为它 这个游戏很贵吗 这个游戏吗 我这么跟你说 它不但只是贵 而且是细时才能贵 它每一个循环 分一个大的拓展包 跟六个小关卡 玩一记就要花一百多块钱美金 看 百多块钱美金 我以为是一百多人民币 那是还好 所以这个你大概花了多少钱吗 就是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细米钱 一般你玩这个 你最后投入的价钱 应该会在五百多刀左右 我现在可能要把值得买 删掉了 很好玩 但是小心入坑 对 这个坑有点深 可想而知 我们家的财政问题很需要管理 热动很大 好的 汉斯 你最近玩了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最近玩的 复杂哥的新作看板EV 说是新作看板以前也就有 但这个是EV的这个版本 我们都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小员工 这就很干了 对 然后我们天天就在不同的部门上班 然后帮这个汽车公司造这个EV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全勤员工 如果在老板的面前秀一下 谁秀的比较好 谁就能当这个自己家员工 最后就胜出这个游戏 玩完这个游戏我们就知道 谁是最好的摸鱼选手了 规则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工人放置为主体 然后你放完工人之后呢 你就会去从上往下一个一个去执行 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工人 所以你每回合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只是说根据你放的坑位 它会给你不同的这个工时 你一天最多能打四个工时的工 但是你放的那个坑位 可能就只给你三个工时或两个工时 然后你就在你所在的岗位做你该做的事情 反正做事情你就会有分 每一次你放的工人那个位置 都会影响这个顺序 不管你是百人的顺序 还是执行动作的顺序 那么它复杂的这个程度 来源于你每一个工位 都是一个自己的小游戏 对 这个游戏呢 还是挺有玩点的吧 听完汉子讲这个龟子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的一点 就是它很清晰 我不知道 就对我来说就是 其实我听了复杂歌的大名 我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就 见电车的模拟器 你知道吗 就它这个分分的是挺明确的 但其实在你每个部门做的事情 就很玄幻就很抽象 比如说你这个造成的部门 神他妈的就是你放个零件 然后推车 我觉得行吧 又推车可还行 不是你这么想推车的动作呀 就是你流水线的建造过程 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线嘛 固件放上去了 对 卡放下就把它往前走 然后它就走 然后直到这个车最后建成一个完整的 然后就被推出来了呀 就都很抽象 打个比喻 就是你和农场主你种稻草 然后你收割烤成面包 然后你给人吃 然后吃到面包生孩子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 然后非常实际的一个流水线 对吧 那这个过程到这就是每个环节就很花 就挺出戏 印象还很深的有一个点就是莫名其妙 他不是有一个监察人员吗 然后莫名其妙 我们的上司 还有名字 The bitch 就是把主人在后边看你一样 就莫名其妙又出现了 他每一轮就是顺移一个部门 就从上面顺着往下移 然后他每走到这个部门呢 他会做他自己的事情 做点这种清扫的那种感觉 然后并且他会查稿 查稿的时候他就看这个部门 谁最懒 最不求上进 然后就罚他 但是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就直接罚你 他还是会有一个检查的要求 就是说我到了设计部 我就看你桌子上有没有图纸 你要是没有两张图纸 那小伙子你再摸鱼了 他就罚你 这一点上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个机制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游戏碰出的 我觉得都是你玩的比较好 比我跟Towars好 我Towars上来前两段 上来瘋狂被查 我是按着直觉 就按着这个主题我去做事情 然后莫名其妙 因为被这个人力资源部门 这个咖啡表你知道 因为到他动的时候 发现他下一个部门 已经人满为患集满 又会跳过这个部门 去下一个部门 那么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一 刚刚这两个人 就兴致勃勃的在前一天 已经做好了这个部门的工作 等到被夸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动作 或者别人的动作 把这个人挤到了下一个部门 发现那类的活 一点都没干 然后就被罚了 其实我干好事你不看 对吧 我不干好的事 你天天差我迟到 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导致的 对吧 一个巴掌拍不小 基本上每一个部门都有两个坑 你至少是两个人都站那了 才会把这个人挤到别的地方去 对吧 就肯定是有人搞事情了 有人把小报告说 明天别查这个设计部了 设计部他们都已经先准备好了 你要不要去下一个部门看看 是不是有惊喜 然后就给查过去了 但从另外一个维度 除了这个查以外 它还有个影响 就是这个经理 它没走一大圈的时候 等于是你这个游戏的进程 会往前推一格 如果你让它跳过的话 你等于在变相缩短 这个游戏的市场 所以就会对你一些规划 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当时我玩是这种大坝的感觉 就因为你是一环一环扣一环 就是你要非常明白想好 就是你自己的脑海里面 要有一个生产线 就感觉很累 这方面来说我觉得还挺重的 你要说他们两个游戏的对比的话 我个人还是会觉得 这个看板EV让我清晰一点 大坝我是真的到现在都还 都还觉得有种 玩一次双一次的感觉 我的话是大坝困难户 大坝PTSD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 我们的想法是 它是一个造车模拟器 但我们玩完之后发现 是个上班模拟器 代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造车 其实没有给我产生太大的代入感 但这个上班 打勾给我的 这些浓厚的代入感 就是作为我们 入坑复杂哥游戏的第一款 你们就它这一款的表现 你们对它的游戏 还有兴趣吗 就因为陆续 我之后应该还会有 它之前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上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行吧 我就冲着它这个名头 我可能会想 还是想期待一下 因为我还是有点想玩这种 就是略带模拟器静置的游戏 对于我来说 只要是经营 只要是管理 这样的类型的游戏 我好像 就是我不排斥 就是我在没有玩之前 我都没有觉得有这么精准 的确会像别人说的一样 就是有一点点在这个 模拟的外皮的下面 加了很多这种小游戏 为它这一个情景 套了小游戏在里面 例如我们那个开会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哦 那个开会太耿了 就每个人开始往上打牌 或者打那个对话框 这一点我感觉是跟它这个工人放置有点脱离的 你们要这么想啊 这就是个考庭啊 对 它就是等于开会嘛 对啊 就开会嘛 就是报告你最近做了些什么 对啊 没有毛病啊 对 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开始说 老板我做这个东西 后说的老板还说 哎 真是 我就已经听过了 有没有点心意 会有那种脱离感 但是我不在意 我觉得OK 那么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本期的话题吧 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玩家出局这么一个桌游的机制 那么在这次聊的两个游戏们都有这个玩家出局的机制 一个是这个鬼阵气坛卡牌版 我和Luna都出现过好多次了 就是会容易打一半 其中一个探演员就暴毙了 暴毙了 在这一关里面就只能够观看别的玩家去玩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京之王 东京之王也是一样 你在吃鸡吃到一半你有可能就直接出局了 你这个怪兽被人打空了血量 你就只能在旁边看 所以这种机制也是经常有种两极分化的这个看法吧 有人觉得他非常不友好 桌游是一个群体活动 然后经常来了一堆人 结果打一半 然后有一个人玩半场就死了 然后玩了一个小时的手机 这可能是很好 就例如我们之前经常会出现就是打狼人杀 上来被手刀了 那么恭喜你 你获得了玩手机时间一个小时 所以他要手刀保护吗 对 但是即使如此 那还是比较难过 但是对于我来说了 就我觉得这种就击倒出局的机制 我大部分情况下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 在我看来就是你出局无非是两种可能性嘛 一种是你本身就是经营的特别不好 是全是破绽 对吧 那你早死早操生吧 对吧 你手机不香吗 我觉得挺香的 观战的时候你还可以直手画脚一下 对吧 你这个人打这么菜 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通过什么你的骚操作 或者是你这个对手的骚操作 莫名其妙来给你打逆转 给你一下给打出局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转弯 这样的一个游戏体验 不管当时好不好 你以后一定会记住 再加一点 给你的很多操作 也是一种实际上的风险 就比如说 你狼人杀嘛 我狼人 我上来 我去对跳预言家 我确实是有风险的 对吧 但是你当时你也是一个高光时刻 所以说你的利益和风险是并存的 这样来说反正是平衡的 当然了 同样的这个狼人杀上来就是 莫名其妙的人被刀死了 就确实是不咋滴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少的一个 这个触局机制不好的例子 可能有这种机制的游戏里面 不外乎都是这种类型的游戏 就你这种类型那怎么办呢 那你不可能说假死是吧 你是个灵魂飘在空中 你还可以参与 就像你们之前玩那个 中塔 血染中塔 还有你 你很喜欢的那个逃离外太空的那个外星人 也有那种上来外星人死了 然后玩了一小时手机的 我也记得有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因为狼人杀这种游戏 还有哪怕我们现在玩的这个 鬼陈奇谈这种游戏 你哪怕你死了 你还可以观赞 然后像那种游戏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观赞的 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那个版图 所以你突然去看 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狼人 我不介意就是上来第一轮被人刀了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还有点 你就会看别人玩狼人杀的那个人 刀综艺看了 对有点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还挺有乐趣的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样子 我赞同说玩家出局机制会给这个游戏带来更多的这个紧张的感觉 就命悬一线 让你去做决定的时候 更加的小心 你这么想 如果说我们玩群岛 像托马斯那种玩家 如果他操作可以让他出去 我们剩下的人继续玩的话 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他就不会上来就赌了 他是制约了这种想上来就王炸的这种玩家 但与此同时 你又不能滥用 有几点吧 通常来说 时常太长的游戏 不适合有这种机制 就鬼陈奇谈 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属于单个关卡比较短的 特别是我们两个人玩的时候 其实我在旁边坐了看你玩 也没有多久 但是你再回想一下 TS其实也有出局这个选项 就把你东西都打干净了 你在TS里面出现这种一个事件 其实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跟这个游戏加了很多色彩 这也是我觉得有些游戏 他会故意把这个出局设定在快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在快结束的时候 出局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像我们之前在Top5市面推荐的 杰米希特勒 他就是故意把出局 安排在第四第五个技能 还是第三第四个技能 反正只有后半局快结束的时候 才有出局这个选项 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点 我其实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狼人那个上来莫比其妙被刀了 那个是不大好 但我觉得如果你上来就是你能用你自己的操作 然后用你自己的操作去暴毙 我觉得还是好的 你想这么想 就是我想活得像烟花一样 我短暂 但是我绚丽 对吧 虽然男人不能短 但是你三秒钟真男人 也是不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点像是那种网游的劣根性 你们有没有试过在网上玩那个德普 不知道怎么的 都不用发牌 大家第一轮全部都all in 发牌然后输了就马上就换房间 我没玩过那个 但是我觉得戴神 但是你换另外一个网游 对 比如假设就是我们三国杀身份局 我上来我直接为了主公 直接挡一波操作 然后我直接暴毙了 也不是不行啊 对我知道 之前三国杀也会有那种 但是换一种 你选黄盖 主公旁边的黄盖我都不说什么了 你八百里开外你喜欢黄盖 上来咔咔咔咔咔咔咔 然后没了 给我解一把 解一把加连弩 对 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 就是那种上来就all in 然后你要么就是自己死了 反对同伙特别难受 你影响他们游戏体验 要么就是你上来你摸到连弩 你把主公吐死了 你把剩下七个人的体验都给剥夺了 但我觉得没毛病啊 因为就算看的人 你看了个热闹以后也有这个故事可以讲 哎呀上次个傻逼做一个什么事情对吧 就当然了就是跟萌信玩的时候 因为我不会推荐这么做嘛 到现在就玩桌游比较多 我反而追求的是一个就是 你玩这么多桌游 我希望有几句桌游 我玩过了 那天发生什么 我会记住 很多年后 我们再开类似桌游的时候 我会想起来 那样的这个经历 反而我觉得很值得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认为游戏本身的时长 跟这个机制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是 你要想TS4的话也可以 就是游戏时间越长 那你担负的风险越高 那你当时你操作的时候 那时候的你这种紧张感 这种刺激感 是无与伦比的 对 对我来说 可是我觉得TUNS应该着重的点 就是14个小时游戏 第5个小时你被人打退场了 所以你不想 但是你被打退场了 我不会很气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 你能就是在中途给我退场 首先这不简单嘛 对吧 我其实反而是会觉得 其实在这样的游戏里面 其他玩家不会那么早 去把一个玩家打退场 别的玩家都会去照顾一下 这个玩家的感受 我其实挺不喜欢 那个时候 谁会照顾感受的 我记住了 不是不是其他的 虽然有我是会用感情牌的打下 这个虽然对吧 我也觉得不是很好的意思 对吧 就是I'm sorry But I'm not sorry 好我也记住了 问题在于说 这个尺度就很难拿你 那如果就是我们就商量好了 我们就上来5个人 先把你打退了再说 那太针对了吧 就是 不管是不是5个小时的问题都很难过 TS其实有这样的 我们选那个就是 中二那个就是大学 公认的就是大家认为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种族 那如果你一开始的 其实行行旁边的星球也很好的话 大家就会群起而公之 给你打个不行不行的 再说 最起码先签几个 就是去路条约 有理由的 大家联合起来 就是给你打出局 而且是每个人都有好处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大概懂的意思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 这一个游戏的机制 其实跟游戏本身的关系不大 还是得看人 对吧 是一个时长长的游戏 你被打出局了 你的体验会不会差 你会差 但是反过来一个时长长的游戏 你被打出局的几率大不大 其实不大 感觉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时长很长之后 把你出局的这个容忍度就很高 一般不轻易把你打出局 所以就是说 其实它跟时长没有关系 它是跟这个玩家的操作有关系的 如果这种非黑即白式的出局 就是我一刀一个人的一面之间 就可以把一个人搞出局的话 我觉得就有一点点苍白 我就加一点了 我觉得就是 你能畅快的去淘汰对手的这个游戏 情绪要一组就是比较互相熟悉 然后就比较对彼此宽容度都很高的玩家 要很熟悉的人 对吧 你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来 我觉得每一个我能互相 就是耍不耐的对手 我都觉得是很珍贵的 总结来说的话 我们三个对这个玩家出局的机制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负面的想法 我们是可以接受 并且我们觉得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对这个游戏的体验 有一个正向的操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比较讲人情 比较讲理的玩家 不太会出现那种 无理由的排斥某个玩家 把它叨叨出局 针对式的打法 所以从这点 我们本身在照顾别的玩家体验的 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它并不会对我们整个桌游的生态系统 造成太大的破坏 所以它就可以充当一个 它本身应该充当的角色 就是一个调味剂 你说话说的太对了 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对这个玩家出局 这么一个机制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留言 看看有没有哪一些 你被别人恶意使用这个 出局机制 来恶意封杀的这种经验 就是有没有这种特别不好的体验 然后让你都不想再玩这款游戏了 对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互相解讨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两面的观点 桌游不止沙沙 我是你的主持人 一炮总共汉斯 我们来自火车托马斯 我是雪原设计算小板机 陆曼 喜欢这个视频的老铁 不要忘记点赞 投币 收藏一击三连哦 不要忘记关注哦 也帮我们转发一下谢谢 带目加评论哦 不要忘了来及时找我们玩哦 如果可以的话 也帮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即时频道 我们会同步更新我们的视频哦 拜拜 可还行 再打一个对比 就当时给我 打一个对比 就是打一个对比 打一个对比 打一个比 来个对比 来个对比 打一个对比没毛病啊 我怎么觉得没毛病呢 不应该打个比喻嘛 对啊 做个对比 打个比 如果可以的话 也帮我们关注一下 我们的即时频道 我们会同步更新我们的视频哦 关注一下 这些人怎么这么多事 这么烦 不然我就帮你们打出局 我以为你要说 不然我要穿女装呢 你要穿女装吗 托马斯 不是啊 不是人家有这种文化吗 没事我们已经有这个素材了 我们就这一期的花絮 就把他剪成托马斯 说他要穿女装 不是你吗 我 我 你是我们的队长 你穿女装他有分量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剪刀手可是在我们俩的手上 我又是调味剂上 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团丑 是的 我要穿女装 我要穿女装 我要穿女装